那记得我们是讲到三柱的贵人 尤其是我们有应用到三个练习有没有 我们做到三个练习 那我们还有第四个练习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第四个练习做完 然后接着我会放三首歌给大家听 就是昨天预备要放的那三首歌 现在我们三个练习上次讲的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复习 那今天把这个第四个练习 我们来看看 第四个练习叫做遇见同理贵人 那大家看这个这张表格 有没有很清楚 事实上就是两个理论的总和在一起 看到了吗? 看得到吗? 右边的 右边的 这个等于就是所有的同整同理的理论 有没有 是同整同理 同整高度 看到没有? 看得出来吗? 记得吗? 那 这是左边 左边 那右边呢 那我们今天选了两个 两个 一个就是求助 一个是受助 对不对? 那这个求助受助的贵人 这个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三种贵人 有没有? 那我们这里是选了两个贵人 意思是求助贵人 一个受助贵人 所以可以讲说 这张表呢 就是把我们前面的理论做一个整合 这样了解吗? 就前面我们讲的所有同理心 同整同理 高度同理的理论 跟我们刚刚讲过的三种贵人 我们把这两个理论 整合在一起 设计成这个表格 这样看得出来吗? 这样了解了吗? 有没有不清楚的? 可以 好 那么 这个就是说 等一下 我们在讨论的时间 让大家自己做 我们可以来讨论 就是说 你可以看第一个是什么? 是你要受助 对不对? 等于就是求助 来 师兄有什么事情吗? 要送哪些礼物 那你放着就好 放着就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这是贵人 礼物贵人 是贵人 所以 这里面等于有两种 一个是求助的 一个是受助的 看到吗? 所以等一下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就请各位分组的 辅导老师 跟大家一起讨论 就是 你如果是受助的 那么你是要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用什么 那就是说你受助的情形 大概是什么 简单的写一下 上面第一个先简单的写一下 我今天要求助 我是有什么困难 那么接着下面就要 接着下面就要把那个角色群写出来 是什么角色 那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贵人 那这边一样的 如果我是要助人的 那我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什么角色等等的 然后在这里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写这里面的数字 就是你如果选 他大概是在你讲 可能是几分 这样了解吗? 这个地方是要写 就写那个数字的 就是这个 在我个人主观的判定 那么他大概是要有几分 那么是属于哪一种情形 这样子 这样了解了吗? 这个练习就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 然后我们各组 让与各组的老师来互相练习做 这做的就是同理贵人 就是把我们前面讲过的 同整同理的概念 那跟刚刚我们讲过的三柱的概念 合起来变成一张这样的表 所以叫做 欲见同理贵人 这样清楚了吗? 那等一下在练习的时候一起做 不用担心 可以互相讨论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来 就是说 我们前面这边有提过 这里 我们在谈三处贵人之后 我们期望今天提供三首歌给大家听 就是一首是叫做小提琴贵人 一首叫私生贵人 一首叫做自己的贵人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提供这个音乐 给大家来欣赏 好 开始 大家看 开始了 这个字有点多 大家细心的看 有点多好 大家看 来 这就是要提供的 有点多好 还能够到达 那天 我看得到 都能够到达 那天 还能够到达 那天 有点多好 所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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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再来就是后来就是后来就找到他就是那个原本的那个他弹奏的那个曲子的作者 然后呢就是他的外甥就是不晓什么的外甥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说小提琴的力量然后可以让一个人然后后来最后的结果是那一个年轻人他用那把小提琴然后去参加比赛后来得了奖这样子 然后又碰到了这个作者然后告诉他说我在这个比赛当中得名了然后呢我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这样一个故事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他呢明明知道他是小头他并没有说破他 他并没有当场错过他说所以他并没有说他小头你很喜欢这把小提琴是不是 你是不是今天要来找某某某先生就是这个的主人其实就是这个提琴的主人他说你今天是不是来找某某先生他不在我这是他们的管家 那他我知道他很善良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提琴呢我就把他送给你 那这个小偷听到这样很高兴就赶快要离开但是实际上他心里很奇怪哪有一个管家可以把那个主人的群送给别人呢 但是他还是离开了那这个管家呢他脚头离开之后他太太就看到他就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去拿琴 因为他每天都有习惯把琴拿到叫外去拉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出去拉琴呢 他才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太太听说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个钱送给这个小朋友 那也因为这样子他想起自己曾经以前也过有一段故事 就是他也曾经到一个小女孩那边也是要去偷小提琴 那个小女孩呢他实际上是一个生病的所以他躺在床上 那所以那个小女孩也要把钱送给他他就跟他讲说我们楼上五楼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没有关系我再把钱送给你所以他因为自己也有过被送钱的经验也因此他也要这样子把这个钱 所以没有把他是一个小偷戳穿 那事实上当他回想起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去那个小女孩的家 那个小女孩跟他说我们五楼有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事实上他出来之后去看根本没有五楼 所以他知道那个小女孩也是在安慰他 所以这就是讲说有两段都是碰到很好心的故事 那就是这样经过几年以后呢 这个小男孩已经大了去参加小提琴比赛得奖了 那他就注意到在前面的那个主要的裁判是谁呢 就是那天的那个所谓管家 所以他后来了解说实上是那个管家就是小提琴的主人 而且是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所以他就这么一段很感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讲 大家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们用这个故事 等一下在练习的时候做表一表二表三 你们觉得是可以怎么样看 一个是受住的呢还是求住呢还是怎么样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这是第一首歌 大概是这样子了解了吗 好那我们再来听第二首歌 好再看一遍好了 好 这是第三个故事 不是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真的喔 看不到 没关系啊等一下看完我再讲好了 对啊我再简单讲 cela 我再竟然讲好了 army 很厉害 我再简单讲不 明天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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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剩下的香水,他把這個送給老師 那等到他畢業過了幾年之後 他常會寫線來跟他講 我現在怎麼樣啊,我現在大學畢業了 後來又過了不久呢 跟他說我拿到博士學位了 那老師也很高興 那過了不久呢 他跟老師講說 我要結婚了,對 可是呢 他爸爸也過世了 他說我希望你來坐我媽媽的位置 那這個老師當然很高興啊 所以老師去的時候呢 就一樣又 就帶了那個他媽媽的手環 而且呢,又擦了那個香水 所以有媽媽的味道 所以他非常的感動 那所以這個故事到這裡 那個學生就跟老師講說 老師真的很感謝你 要是我沒有遇到你 沒有遇到像你這麼好的老師 我今天也不能夠像我這樣得到博士學位 那老師其實就心裡就自己講說 我哪裡是在教書呢 其實我是不是在教書 我是因為你 我才學習到了 知道怎麼樣教書 因為你 我知道說 做老師的應該怎麼樣 所以這個叫做私生姻緣 所以我們這也是要跟大家來談說 因緣有時候是互相的 互為貴人 所以你們想想看 各位我們大家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互為貴人 我們從彼此都學到很多東西 你們當然會說老師是你們的貴人 這個是必然的啦 就有老師教你們 可是你們是不是我的貴人 當然是因為你們給我機會讓我學到一樣學到東西 或者讓我有機會來做這個工作 是不是 所以人生能夠有緣相遇 就佛法來講就是緣嘛 那這是一個善緣 那重點是在我們知不知道 互相去珍惜 互相去感恩 那像這對私生是互為貴人的私生 那我倒是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就像上一個故事都有幾個很特殊的重點值得你們去注意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這個老師特別噴那個香水 這個是從我們在學習的東西裡面看到 如果我們那個練習表上面 你會點哪一項 吃哪一項 所以這個老師非常的有心 會特別去灑那個噴那個香水 讓他感覺見到有媽媽的味道 也就是說我們人生相處 那個所謂的五根有沒有 有 有 那是什麼 臉耳鼻舌聲對不對 有各種的 我們可能都在乎只是眼睛看到了 漂亮啊什麼什麼的 可是這樣這個在乎了什麼 是嗅覺 是那個嗅覺感動了他 所以我們人生要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面教的這麼多細節的東西 很希望同學能夠去注意 我們這裡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值得你們注意生命當中是眼耳鼻舌聲 五根等等的 所以這個故事我覺得 對我來講我也受到很多感動 師生因緣到底是老師在教學生 還是學生在教老師呢 我真的也是從你們身上 得到很多的啟發 這是真的一點都不自客啟發 因為你們讓我在這邊學習 知道說我上課我要怎麼準備 讓學生可以有更好的 所以我這個音樂帶不見了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忙到幾點 特別去找我原先最早最早 我在法國山的就是我們那個生命專線 當時幫我處理所有音樂的那個世界 因為我所有的資料全付在他身上 所以我要找什麼資料 我如果真的有需要找他 當然我以前都沒有擋找過他 但是我昨天就是去找他 所以這個音樂是他幫我送過來的 那這樣 這就是貴人很多貴人 那這是第二首 那第三首我看 我想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要怎麼弄 第三首我想更值得大家注意聽 第三首是一首真實的人生故事 而且這裡面所所講的東西現在還存在 地點是在紐約還存在 而且我有去過這個地方 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 好來可以開始了 盡量的 kettle judgment 不會再編妳的 第四首 Stern 是這清楚在天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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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